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電影有時候用講的會很奇怪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很空泛 尤其是我們在做實際執行工作者的這個工作 所以有時候我就在想 這個叫做經驗分享 就是依照我的經驗分享 那這個電影製片的schedule 也是依照我過去的所有的電影經驗 然後我自己集結出來的一些過程 所以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也等於就我自己製作參與的電影 我自己來做一些檢討跟分析 這也是可以幫助我在 電影都是與時俱進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講這個電影的schedule 一部電影怎麼完成 一部電影怎麼開拍 劇本怎麼判斷它可以到電影執行的一個階段 或是日期你怎麼展開的 有時候是你怎麼安排殺青 怎麼安排戲院上片 甚至包括參加影展 包括你怎麼賣海外 這些時間呢 有時候不是我自己 比如說我自己當電影公司的老闆 我自己來規劃 自己來計算 好像也不是這樣 所以通常呢 我自己就我自己做的電影是這樣 如何選定好案子 所有的電影最基礎 一定是選好企劃或是好故事而來 有時候很多 你們聽很多導演就說 這個電影我拍計劃了八年 十年 或是那個都是從它的起心動念開始 所以通常對我來講 就是監製製片的人 我通常是一個好案子上門的 我就會知道說從那時那刻開始 那個就是我的時間啟動 大部分如果對於電影監製而言 我們看待就是所謂的好的發展 就是有好的故事 好的劇本 大部分都會從這三大項來的 那我通常都是這三大項 我大概就會知道說 這個故事好像可以做成電影 我們來試試看 當電影項目成立後呢 那時間表就要開始規劃了 這個東西其實很玄 所以有時候我們自己在講 什麼叫做時間表開始規劃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時間表開始 那其實就是 你自己覺得劇本開始要慢慢浮現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開始 就是開發期 通常我們做監製製片 如果我們在劇本開始撰寫的時候 我不會只寫一個劇本 我可能會寫十種劇本 我有十個編劇 或是十個案子同時啟動 因為身為製片 你一年不是像導演一樣 你一年只拍一部電影 你一年可能可以拍三部電影 五部電影 因為你是那個頭的開發 所以時間的設定就來了 不管在開發期 因為你資金可能都還沒找的時候 你心裡就要浮現 我的主創團隊 跟未來這個電影怎麼成配啊 所有投資公司90% 都是企業老闆銀行業的 他也聽不懂在講什麼偉大的電影創作 他只知道說我投會不會 能不能回收 能不能賺錢 那麼第二個就來了 銀行貸款 為什麼叫銀行貸款 因為我們很多台灣電影人 我們都很有骨氣 每次往往跟電影公司的人老闆 談了企劃案 談了劇本 覺得很煩 浪費時間 他又不趕快給錢 那我就乾脆好吧 我有房子的 我就押房子 我有房子的來抵押借款 要不然我就跟銀行貸款算了 我很高的利息 沒關係 付了 但是我至少 我的對頭只有一個銀行 我不怕 所以銀行貸款 你也要想辦法去借個錢 再過來就是 全台灣是全東南亞 當導演最幸福的一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輔導金 我們除了輔導金 我們還有各縣市的補助 你不補助我們還罵他們 那在這個時期呢 我們同時 製片要做就是 找資金這邊一派 再過來演員 那你要跟左邊這三個地方 即便是銀行貸款 他也要知道你的企劃案 裡面演員叫什麼名字吧 他也要有一點點知道嘛 演員的知名度 跟投資公司這個也相當大的關係 知名度 還有視切度 那通常呢 我當然會找有知名度的演員 對製片來講 因為你有知名度演員 你很好找錢嘛 對 台灣我們每次叫男主角 你一定就是彭于怨 趙又婷 張孝全 趙又寧 你就只會講這幾個名字 你其他講其他名字 人家可能不理你 你在找資金 找演員的時候 主創團隊又來了 我幫他找的 從導演以下的製片啦 技術 技術包含攝影 燈光 錄音 美術啊 陳設 道具嘛 造型 就服裝啊 化妝 音樂一定是配樂 剪接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關卡 這些每一個主創人選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決定電影的命運 我們通常都說 你有好劇本就好 錯 好劇本只是一個基礎 可是你沒有現在時間設定的 尋找這三項 你電影還是做不成 你有了錢 可是你的演員做不好 你也失敗 你有了錢 有了好演員 可是你的主創團隊有差 那還是會很差勁 當你可以成型的時候 你就是進入了五期 這是我自己規劃的 叫做電影製作五期 這五期怎麼來的呢 它就是跟預算息息相關 我以前籌備的時候 做底片拍攝的時候就是兩個月 從來沒改變過 可是到現在 我在做數位化的電影 它還是兩個月 後來我發現兩個月八週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籌備基礎 所以不管短片 長片 任何一個片型 我都建議 籌備期一定要在兩個月以上 三個月通常都是五千萬預算 以上的時間表 一定是會落在三個月 因為它的片型長 故事繁複 所以才會到三個月 那麼六個月是什麼呢 是指你的預算超過一億 因為六個月 你要知道籌備期從第一天 你的工作人員進入那個辦公室 你就要付薪水 基本的拍攝期的時間 一樣 過去我們在兩千萬成本以下 尤其是我在做底片拍攝的時代 永遠都是三十天 拍一個月 一個月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比較沒有人性 所以就很少放假 就一直拍 突然想到要放一下 現在幾乎 只要是一千五百萬以上的所有電影製作 一定會落在四十五天到六十天 正常標準一定是兩個月的拍攝期了 再過來一定九十天到八個月 八個月是誰呢 薩德克巴萊 後製其實有難有短有長 為什麼呢 剪接難易度 有的故事寫得很繁複 它的剪接難易度會落在後製期 有的導演他覺得他是快手 一剪一個月兩個月一下就OK了 可是有時候不一定 還有有沒有特效 你有特效絕對超過兩個月 音樂多還少 有些人很喜歡 像我的少年時代 我們用了將近有快十首歌 我光為了那個歌的版權彈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音樂很多 所以我們下的音樂那個點要花很長時間 所以在剪接上會落時間比較長 過去你看五個月 現在大部分即便是數位時代 我還是要強調 數位時代跟後製期完全沒有相關 你最起碼的時間還是要到四到六個月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做DCV要在大螢幕上放 既然要在大螢幕上放 它就跟你在家裡用電腦 跟你用電視看片子完全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們看電視影集 或是一些公共電視人生舉展 我們的眼光會比較挑剔 它原因來自於說 因為我在大螢幕上檢驗那個品質 所以攝影 燈光 美術 演員 全部都放大細節 那麼我在後製期 如果你拿一個電視電影的 叫我做成DCV 我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其實數位的時間 反而會更落在調光上 那麼在一般大片 其實我寫的比較少 六到八個月其實是一年 有的甚至會做一年 花很長的時間 因為等特效 像我們等特效通常都要等三個月 所以在後製期的這個時間呢 這些你看到的話這個時間很長 所以拍一部電影 加起來的時間其實真的很久 你在進後期的每一天 你的心裡一定有這四大項 一定有現在影像撿到哪兒 現在特效在幹嘛 現在音樂在做什麼 現在配樂在做什麼 都要同步的 你沒有同步 後製期就完成不了 你電影就很難 尤其是如果你的檔期 有放上去的話 其實就很麻煩 後製作業其實就是 所謂的後製就是 當我在做到剪接完畢 要做聲音的時候 其實你懸罰就已經要響 請問一下你什麼時候要上映啊 我們的檔期 通常在前製作業兩三個月 你就要意識到你的電影 什麼時候要上片 那上片就會跟你的製作息息相關 那麼你在正式宣發的時候 至少也要給宣傳團隊兩個月 最少都要兩個月 如果是只有一個月的上片宣傳 非常危險 大家現在知道 果片宣傳本來就很困難 因為我們本來就 很多人都不愛看果片 在宣發的時候 進宣發之前我們要做什麼 製片要管這些 你要想你的預告啊 對不對 前導預告 你想你的影片要去海外 要不要做一下海外版的預告 要啊 你要做人物版的預告 你還要做正式預告 這些誰來做製片啊 可是當然不是說我做啦 就是說我們要管理嘛 所以你心裡要有這些事情 尤其是電影到後面這段時間 那你也要做幕後花絮啊 因為國片大家就不愛看 所以你要做一些花絮 讓大家誘引 你就覺得哇這個導演創作很辛苦啊 什麼的 其實這都是製片兼製人的工作質疑 為什麼 因為它是你跟導演共同 導演在忙創作 他絕對不會管這個 但是你一定要管 因為你要管電影的所有的未來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你心裡都要默默知道 什麼電影啊 什麼時候要做這些 現在我們做台灣電影 你不能只在台灣啊 你又是要考慮大陸 雖然大陸我們有時候 因為很多兩岸的政治關係 可是電影還是電影嘛 你電影總不是喜歡關在家裡 你還是很希望更多的華人 可以看到你的電影嘛 那大陸的市場這麼大 大家他又聽得懂國語 所以你的片過去放 多一些人 然後票房有一點點成績 其實是好的 所以通常大陸上一檔期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監製製片人 你自己要心裡默默地注意 在後製期的結尾的時候 你要開始什麼呢 至少每一部電影的生命狀態 兩年一定是海外賣片影展期 意思就是說 從你拍完那部電影 它的兩年內 在國外都有任何回收的可能性 這個是國際市場的一個排法 就是我們通常會分 台灣就是我們自己嘛 再過來香港的一個賣片的機會 大陸內地一定有 然後東北亞 然後日本韓國 就像現在少女 我們現在在韓國賣了40萬人次 再過來就是日本韓國 日本的市場比較封閉 所以通常對我們來講 能打進日本市場 我們其實會藉由影展進去 然後再假裝賣一下 看它有沒有一兩家戲院可以上 或是賣他們的home video 但是非常難賣 大部分都是還是想爭取戲院上 那東南亞一定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還有什麼文萊 石國的那個地區的賣鋪 但是東南亞有一個比較麻煩的考量 就是它有審查制度 它跟大陸內地有點怪 就是他們審查的是更奇怪 就是台語一定要少 然後也有彰化還有宗教的限制 尤其是馬來西亞 再過來就是美洲 美加 美加一定有 因為有華僑 所以我們在美加的地區 有兩三家專門賣華語電影的 尤其是在戲院上映 那都是還不錯的一些好成績 然後歐洲一定是 因為歐洲是影展 過去我們影展大本營的一個 一塊鏢吧 就像過去楊德昌導演 侯孝賢導演 蔡明亮導演 他們的基礎發展一定都是歐洲 一個影片完成 你最大的影展一定是左邊這四個 就是一定你都會想爭取的 當然奧斯卡比較特利 因為奧斯卡是要文化部來徵選 其他這三個 柏林 坎城 威尼斯 你只要覺得你自己拍的電影非常地棒 你就可以自己去報名這三家 那在右邊呢是我們對電影節 還有一些市場展的一個排列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從多倫多開始 我按照順序 多倫多影展是從九月開始 每年的九月呢就是隔年奧斯卡的前校站 所以多倫多影展就是你在多倫多 因為它是北美最大的市場展 所以所有的電影不管怎麼樣 我們去多倫多放 它其實最大的買家都會在多倫多亮相 然後再過來呢10月我們就會碰到 釜山電影節加APM 那釜山電影節APM是什麼呢 就是過去叫PPM 就是釜山的一個創投市場的平台 那它就是鼓勵投資者 還有鼓勵片商跟那個投案的製片者 跟導演們見面 然後也有三天的會談 跟金馬創投很像 因為它是東南亞最大的 現在是華語 就是等於華語 還有很多的很好的東南亞電影 都在釜山電影節亮相 所以我們通常一般的台灣電影 我們首選一定會去釜山電影節 再過來呢就是比較委屈的東京銀展 在10月下旬 過去呢東京銀展是東南亞最大的銀展 但是在10年前就釜山電影展已經超過它了 以前我們去東京銀展的時候 我們的影片還可以進競賽 進競賽片 現在有10年了 我們所有台灣電影都沒有辦法進東京銀展的競賽 只能在旁邊單元 因為它有政治的糾葛 所以就變得很麻煩 再過來是什麼 11月初的美國AFM 美國AFM是在加州 他們一個很大的好萊塢的一個平台 那他們其實也做很大的買賣 那這個AFM 但是它跟多倫多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多倫多影展比較歐洲藝術屬性 但雖然它也是奧斯卡的前哨戰 但是呢美國AFM是擺明要非常非常商業 所以你做恐怖片 喜劇片 非常類型的片 盡量到AFM去 那個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 因為它不只是電影院 它包括video 包括一些現在所謂的PPT 新媒體這些都是有OOT這些 再過來呢 最大的東南亞這邊來了 金馬獎加金馬創投 那我會講創投就是說 很多電影的新導演跟新製片要找資金 其實這些平台是非常好利用的 你去起碼 不管你的案子好不好 你可以認識很多投資者跟片商 甚至影展的策展人 對你的影片 對你的文案關注 所以金馬獎加金馬創投也是很重要的平台 那金馬獎當然是最大的華語的獎項 所以你做華語的電影 當然你都很希望自己可以入位金馬獎 得到一個肯定這樣 再過來是隔一年的 三月的香港電影節加市場展加AFM 那這個是香港電影節市場展 AFM是全東南亞第一個 比較商業屬性的大營展 因為它擺的時間很長很久 然後AFM也是 因為AFM注重香港電影跟台灣電影 跟中國大陸內地電影 但是它首選一定是香港電影 但是這個市場展電影節也是不錯的 那通常我們電影在三月份的亮相 第一輪已經從香港電影節走 再過來就是大陸自己開放 這是第五屆的北京電影節在五月 所有的華語電影他們 所有好萊塢都想跟中國合作 所以北京電影節變成是官方首推的一個大營展 但是我自己從來沒去過 也不是沒有 就是因為它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等於你去就變得都是只是認識朋友 可是沒有辦法交流 對影片真正的交流 那對真正的交流是下一個 上海電影節加它的項目市場 上海電影節在六月 那這也是如果你有很好的一個文案 很好的在上海電影節亮相也可以的 因為它現在收台灣片這兩年改變政策 所以它把台灣片納入跟他們中國電影的新導演們是一起的 那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機會 因為它可以認識比較多的一些大陸的投資商 那我要先解釋 做合拍片或是做影鏡片 我們不要存在有地域或政治的觀念 我們先把它拿掉 意思就是說你自己做電影 你當然需要更多的人來多元化的投資 那我們也不要設限 台灣電影我們一定要做 因為我們自己是台灣電影工作者 可是當你做完台灣電影之餘 你一定也很希望台灣電影多跟更多的人交流 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對我們來講 它這個市場很大是要注意的 是因為很多人也很想看看台灣電影 很想看台灣電影長什麼樣 但是你要有機會去 所以有時候對於跟他們的合作 我覺得是要用另外一個眼光來考量 不要想太多 電影都是跟人相關 永遠都是人跟人的相處 那一樣有些人是天生性格 有些人是經驗累積久 所以它也不是你去課堂上上課 你去念了很多理論的課程出來 你就可以做 其實還是要進到電影的一個世界裡面 真正地去執行跟面對 你才會有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一直覺得 其實還是要理解自己的工作性質跟人格特質 你才可以發揮 所以這五項呢 為什麼這樣寫是因為 我覺得做監製製片真的很厲害 而且它真的是一個電影最大的一個推重者 永遠不變 第一個 什麼叫保持個性可以分裂 就是說 因為導演都創作者 所以他永遠都會覺得自己 預算永遠不夠 你沒有聽過一個導演說 我預算好多錢喔 我們現在就來拍 從來沒有 你期望他有好的資源使用 然後有好的預算讓他發揮 所以你製片人又要控制預算 但是其實你又要幫助導演 所以我覺得那個個性是很分裂的 因為一方面你要跟老闆負責 告訴大家說 保證你這個投資一定會賺到錢 那也有保證 我不知道會不會得獎這樣子 所以個性是其實要分裂的 第二個 你當製片監製 你要比導演充分瞭解電影市場 所以為什麼 我鼓勵大家要看電影 不是說你要不要看電影 其實它是一個功課 就是你多看電影才知道 現在電影長這樣了耶 那很多的導演創作是 他有時候不喜歡看電影 他喜歡握在家裡寫東西寫劇本 然後出來他就覺得他拍一個礦絲劇作 那其實有時候沒有 所以你必須跟他相處 你還要從市場的取向 知道那個角度 怎麼發表意見 怎麼發揮意見 甚至你要告訴他 你現在這個影片 在全世界的位置在哪裡啊 這句話都我常講的 心靈的保姆其實是這樣 就是我為什麼喜歡看書 或看電影充實自己 是因為你要讓自己 處於跟導演同步創作的狀態 因為其實很多導演都覺得 他自己在寫的劇本什麼 可是其實吸收多元化的資訊 非常的重要 因為面對不同類型的電影 恐怖片 喜劇片 科幻片 你看好萊塢都拍成那樣了 我們要怎麼跟 其實也不用跟上 因為我們是不同的電影世界 但我們在我們這個電影的華語世界 把它做好就好了 所以這個狀態下 有時候提醒導演 那變成是你真的是他的一個心靈保姆 然後你要了解他的想法跟特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幫他找很多的工作人員 因為有些導演很自閉 很多導演不喜歡說話 很多導演喜歡說話 那工作人員所有的船隊 40個人 50個人 你怎麼幫他組合 那是我們的工作 能屈能伸高EQ 這個意思是什麼 是你要讓作品在期限跟預算內達到 這點很重要 我們限制的時間其實是我們限制的 我們掌控的預算也是我們估出來的預算 那你要跟導演 讓他在這個環節裡面能配合 所以你要有俐落的一個管理的能力 那當然你要有協調溝通的EQ 還要有身段 身段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拍電影師跟人的相處 再過來就是我常常講 畫圓圈的智慧 一個圓圈 這個圓圈是什麼 你把導演所有的團隊 關在你畫的圓圈裡 圓圈要圓喔 因為要圓它才能圓融合 它就慢慢在裡面 絕對不能越線 你越線就超支嘛 超起線 超起線就超支 絕對不能三角形啊 三角形就一定吵架 也不能四方形 一定要圓 所以我叫做畫圓圈的智慧 就有限制嘛 就有找到自由 在限制內找到自由 在自由內找到限制 通常喉導說的話 我們也可以拿來運用 所以就是都要有圓滿落幕的時刻 這是我覺得專業的智慧裡面 這是我這幾年做電影悟出來的道理 所以我每次生氣的時候 我還是會生氣啦 我就念這五個 能去能升高EQ 畫圓圈的智慧還是要 我們講兩個好了 一個講創作故事 講創作故事的話 我會覺得所有的故事的語言 一定都是相通的 不然我們其實你看我們欣賞 所有好萊塢外國的電影 它是怎麼相通的 其實好萊塢電影它有一個模式啊 不管是不是三幕劇 但是它通常在你看電影第一段的時候 你就被吸進去了 通常都是這樣 而且它的共通的故事 就是放眼珠之海外世界 你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明白它在說什麼 即便你講台語 照理說也應該是這樣 對我來講故事的創作應該是這樣 所以它應該沒有什麼隔閡 只有你能不能理解而已 還有當然第二個 我們講文化差異的背景 一定有 因為文化差異就是我們的習俗會不一樣 你看香港人他們平常講廣東話 我們台灣人這邊 我們除了自己台灣話 我們也有很多外省的父母親啊什麼的 那個生活習性不一樣 可是有時候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你會覺得看到一些不同文化差異 你會覺得很有趣 就像我們在欣賞一個不同世界的世界 或是一個地方一個地區的一個概念 但是它其實是可以被包容的 那只有說我在做電影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考慮到說 我要不要這麼的獨特 講我自己的一個我自己懂的世界 別人不懂 這點我覺得要考慮 也就是說當你在創作電影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這樣想 就是這樣的電影他們能不能理解 還是會碰到這樣 但是所以你會稍微修飾一下 這是一種 一種是說導演我不修飾 我就要拍一個 你管我 像何索拍電影有沒有 何索就拍他自己的世界啊 但是如果你欣賞何索這樣的導演 你就會覺得 哇靠 它這樣子扛一條船 穿過那個印度的叢林 你就會覺得 好啦 那你很厲害 我們做不到 對 就是有時候 有些電影是讓你可以這樣子欣賞 只是你要怎麼找 那對我來講 創作電影我不應該有包袱 對 我鼓勵欣賞人 就是說你不要有包袱 你先做 但只是說在做的時候 其實很矛盾 我在講沒有包袱的時候 我就在想那這個投資成本多少 就你一定會這樣子 因為它投資成本又跟這個包袱 跟這個故事其實是會有息息相關的 所以有時候它沒有準則 只有一個問題 版權 因為你群眾募資 群眾就是你的老闆 那你想想看 這些人拿錢給你 你要拍他要得到什麼回報 這就是很重點 其實大陸最近也在推這樣子 可是我們有一些爭議 那除非我做的是什麼公益的紀錄片 或是什麼 然後我希望大家可以到 通常做群眾募資 我一定會放在電影完成以後 差一些些錢 我想做一個特殊的放映或什麼 那是紀錄片 比較容易這樣存在 因為我們對紀錄片 都有一種形式上的包容 但是做劇情片 你是要賣票的 到戲院賣票 觀眾要買票 花錢這件事 你就不能做募資 我覺得 因為它會牽扯到很多利益版權的問題 做群眾募資要非常地小心 那你可以從別的基礎開始 但是作為一個商業電影的人 我認為電影是商業行為 所以在群眾募資上 我覺得還是要深重地考慮 主要是因為來自太多不同 你不認識的民眾 他為什麼要捐你這個錢 就是等於他支持你 他為什麼要支持你 他的為什麼你要滿足他 那你要很清楚這個滿足是什麼 可是這個行為 如果你在公眾的群眾的群目上 你講得很清楚 那擺明了 如果觀眾還要去玩 那是他們的問題 那這個也有法律的規限 也有規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再討論 但是商業電影我是不贊成的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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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特效如果做不到 我就不在台灣做啊 對我來講是這樣 我們台灣我們可以扶植跟栽培 我們可以等待它成長 我們可以丟一些片子比較小 讓他們去練習跟磨練 其實台灣有機會 像台灣現在兔將不是很好嗎 也是因為磨練 所以他就去大陸也開分公司做很多 像抓妖劑之類的 所以台灣其實是有這個人才 那他有這個人才 但是呢 為什麼會沒有辦法做到 是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片型 台灣一年50部電影 60部 30部起碼都是文藝片 你能有一兩部是恐怖片 或是類型 或是什麼跑到外太公 沒有嘛 沒有這樣 那他就沒有辦法練習 他沒有辦法練習 他就只能去做代工 那他做代工他就變很被動 因為他沒有想像創造力 因為他創造力被代工制約 所以變成是說 我們有但是沒有這樣類型 所以倒過來講 我是製片人 如果我要做一個這樣類型 我就會讓台灣做副手 或是學習的對象 但是我真正的主要 我會選擇韓國或泰國 或是大陸的特效團隊 是因為他們已經具備那個基礎 他們具備的基礎 之所以會這麼成功 來自於政府的福祉 台灣政府並沒有福祉 電影特效 嘴巴這樣說 但是事實上沒有 其實福祉是要有能力 它是整個完整的配套措施 台灣沒有 我們都做一半而已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為什麼我們都不選擇 台灣特效團隊 我們有啊 但是你面臨一個 電影的大型的基礎 你必須要跟國外合作 才能滋養我們的團隊的人才